台東制航基地幻象戰機 站被升空 防衛台灣東南空域 以及巴士海峽 同時間新竹幻象升空 南下支援 西部台海澎湖也很緊張 IDF戰機兩側機翼掛上附油箱與飛彈 升空戒備 國軍總動員正是為了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 傳出將在周二晚間抵台 就怕中國階級挑起軍事衝突 台海的紅線踩不得 中國國家利益的紅線踩不得 誰踩了 必遭非常強烈的報復 他所遭受的損失一定比他試圖 撈取利益大得多 佩洛西已經在新加坡 台灣一新聞今天發獨家報導 稱佩洛西二日晚上就將 並且至少會停留一晚 連住哪家酒店都已經點出來了 另一句韓國方面宣布 星期四國會議長金正標將會見佩洛西 也就是說星期四 應當是佩洛西訪問韓國的標準開始時間 新加坡宣布的佩洛西訪問是星期一星期二 因為新加坡挨著馬來西亞 佩洛西星期二上午就離開新加坡進入馬來西亞 當天結束對馬訪問是可能的 從星期二晚上到星期四之間有很寬裕的時間 佩洛西利用這段時間竄訪台灣的可能性最高 那也是引發中美激烈對抗最危險的時段 我個人傾向於認為佩洛西會一意孤行竄訪台灣的 這應當是我們當下的頂線思維 竄訪台灣是佩洛西試圖在卸下美國眾議長職務前 給自己數杯力賺的賭博 他一直鬼鬼祟祟 台灣當局也不敢證實他的訪問 說明他們都預感到了此次訪問的超級風險 佩洛西進入台灣的時間和路線即使沒有外國的報導 中國大陸方面都應該能夠掌握 我相信解放軍早已嚴陣以待 國防部表示的絕不會坐視不管 肯定不是一句空話 之前老胡提了多項建議 解放軍的方案肯定比我建議的還要多 那些方案將包括阻止干擾佩洛西訪台的 還會包括懲罰台灣當局和對美實施報復的 佩洛西訪台等於是點燃了台海軍事火藥桶的導火索 他想成為美國和西方的英雄 但他打錯了算盤 事實和時間將證明他通過台灣問題出了最大風頭 這也將成為他政治生涯的最大失敗和恥辱 需要指出的是這場鬥爭雖然由佩洛西挑起 但他是孤重一致 我方擁有對付他的諸多機動權 外交部和國防部已經做了採取堅決有力反制行動的明確表態 這意味著我們肯定不會讓佩洛西此法平平安安順順當當 我們施壓攪亂他順勢加強對台灣島軍事滲透的手段非常多 這些牌具體怎麼打美方是無法預測的 比我們預測佩洛西竄訪台灣的時間和路線難多了 佩洛西如果來了 他一路上以及與蔡英文見面時都踏實不了 他們將不知道下一個小時甚至下一分鐘會發生什麼 這是一次攤牌 但是佩洛西得到的支持將是中美在各種衝突中 所能得到的美國國內和西方支持最弱的 拜登政府對佩洛西的篡訪是不高興的態度 美國經濟又處在罕見的高通脹時期 衰退的陰影密佈 民主黨中期選舉幾乎輸定了 佩洛西想用訪台助選 但真搞出危機 民主黨只會輸得更慘 甚至下一屆總統也要丟 所以說佩洛西挑起危機 卻沒有能力應對危機 他想給自己留一份政治遺側 但他一定會被歷史記述為一場醜劇的主角 最後我要說中國這次一定會致力於 讓包括美國鷹派在內的人都看清楚 台海的紅線踩不得 中國國家利益的紅線踩不得 誰踩了必遭非常強烈的報復 他所遭受的損失一定比他試圖撈取利益大得多 這一次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台 對台灣來講對印太來講都有特殊的意義 第一個它顯示的意義是台美之間的關係 在這幾年持續升溫達到一個高峰 畢竟佩洛西是25年來首次拜訪台灣的現任眾議院議長 第二個意義是在中國不管是私底下或公開文攻無赫 甚至於利用它在各國的協作者來施加壓力 希望阻擾裴洛西的訪台 最後是失敗告終 這顯示的是中國對美對台的外交政策的失敗 我們忘了在此,當時有的都會聽到 有一點難度的野菜 入口溫達上在後,有一個哺難中 如果有所謂的生數,我們會叫你 只能見到的避免 還有一點人也會被選擇